针对竞选对手 影射南投市长候选人 先远张家哲与助理 有不当的男女关系一案 先远张家哲 今日上午也在律师的陪同下 到南投地方检察署安宁申告 竞争对手两人涉嫌意图 使人不当选 期望施法还清公道 民进党从我开始 受到国民党的提名参选市长开始 不断的在街头巷尾 以不时的言论 来对我人格造成的损害 但是我始终相信 这个民众有个智慧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不想浪费司法资源 但日前他们更在我的对手 造势场合上 公开对我进行人格的毁灭 我想这个对于整个选举来讲 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那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一次来端正视听 提出这个意图使人不当选 还有损害他人名誉的这个毁谤 来告诉大家 这个不应该为了选举做这样人格的毁灭 律师宋毅宣哲表示 对于选举候选人散布不实谣言 意图使候选人不当选 并影响选民制投票意向 可能构成公职人员选法法第104条之罪 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呼吁各方人士在选举期间谨言慎行 对选举候选人散布不实谣言 意图使候选不当选并影响选民之投票意向 就可能构成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4条之罪 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各方人士在选举期间都应要谨言慎行 不因为了影响全局结果而以申适法 以免遭受刑事责任之追究 而县议员张家哲表示 若是事实应该要极力拿出证据 而不是四处散播谣言抹黑 影响所有选民的判断 因此这次前来南投地检署案宁申告 意图使人不当选及损坏他人民欲毁谤 那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事实的话 应该极力的拿出证据 而不是用这种街头向尾向益 那甚至更夸张在这个公然的造势场合 大声的说出这样的事情 来影响所有选民的判断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提出控告 这个意图使人不当选 还有损坏他人民欲的毁谤 而南投市长候选人 嫌远张家哲强调 若确实有证据应该要拿出证据 并不是在公开场合散播谣言 影响选民之投票意向 企图营造对手诠释坏人的假象 为了端正视听与选风 因此为请律师提出告诉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